大家好,歡迎收看日更頻道 澳門前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 在上週四出席活動時首次表態 表示自己正在校內參選特首 直到兩天前,行政長官賀一成發布行政命令 聲稱應岑浩輝的請求 由8月28日起免除他擔任終審法院院長、 中審法院法官及澳門特別行政區 推薦法官的獨立委員會委員職務 可以說是間接宣布參選 而在今日,岑浩輝正式舉行新聞發布會 正式公布自己的參選決定 岑浩輝的參選新聞發布會 在今日早上11點在科學館會議廳舉行 岑浩輝的施政理念是奮法同行辭政革新 岑浩輝表示,革新是任何社會 不可以迴避的理念和抓手 若停止革新,發展就會很慢,而且落後於別人 澳門回歸25年背靠祖國 在一國兩制之下,抓住了國家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 最近幾年,無論是自然災害、疫情、 國際政治環境的變遷都帶來了很多挑戰 他說一國兩制推進到了中期,社會發展進入了重要階段, 面臨著很多挑戰和矛盾 所以必須改革創新來實現發展新突破 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至於施政綱要,他說目前因為處於宣佈參選 選舉競選還未開始 他的團隊會聽取各方意見,籌備競選綱要 按照選管會日程再詳細公布內容 他提到五點施政總理念 第一,必須準確完整,執行管轄一國兩制方針 第二,要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給予的優勢 進一步利用特區優勢、加快和加深 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聯繫、交往 第三,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建設國際大都市 積極融入推動大灣區的建設 第四,全力依法治澳,堅持法治 推進公共行政革新的變化 提高科學決策水平,精準決策 而第五,齊心協力,共建美好澳門家園 將會大力推進各項民生發展,增進民生福祉 對於如何推動澳門經濟色度多元的發展 岑浩輝說來到澳門四十多年 看著澳門滄桑變化 在經濟結構、旅遊博彩業獨大 早年整個社會,無論是就業和財政來源都舉足輕重 旅遊博彩業急速發展、野蠻擴張 進佔人力各方面的資源 甚至影響年輕人就業 一業獨大不利於特區的發展 所以要適度多元化 岑浩輝提到,兩年前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下保隆房澳調研時 已經明確指出 經濟色度多元發展是澳門特區的必答題 而不是選擇題 所以無論面臨多大的困難或艱辛 必須要推動經濟多元化 對於未來,他認為有幾方面可考慮 包括充分利用澳門特別行政區一國兩制的優勢 以及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定位 積極開拓和葡羽系國家的連結 遵移擴展到東南亞國家和地區 另外亦要加強與內地的商務、旅遊、文化和會展等方面的聯繫 特別是在橫琴越澳深度合作區裡 正確對接國家政策的要點在國家的支持下 會與廣東省以創新的思維、精神和規劃 全力推進深合區的發展 他總結,經濟多元化是一項必答題 不僅是中央的要求,亦是社會的共識 澳門的條件和政策支持 相信只要大家齊心協力 依靠國家純粹漸進、穩步推進 澳門的經濟色度多元化是有希望的 另外有傳媒問及日後經濟復甦、旅客量上升 但民生區客流量依然不足 要如何協助中小企度過發展的難關 岑浩輝表示,中小企是日後發展遇到的困難 大家都有目共睹 它不會迴避,出現問題就要解決 他提到國家已對澳門開放了59個自由行城市 中小企,尤其是民生區的中小企,仍面臨經營困難 他認為是由各方面原因綜合產生的結果 第一,澳門背靠祖國,吸引了大量內地遊客 但疫情後,房澳旅客的消費階層、觀念及模式都發生了變化 他們所尋找的消費店鋪及目標店鋪亦隨之改變 第二,疫情三年來,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便利條件不斷優化 跨境融通變得更方便 大灣區城市發展水平及服務質素的提升 到此澳門居民得償消費 第三,國際環境的變化 例如美國利率提升等 增加了港澳居民赴內地消費的吸引力 他表示,未來團隊將會深入社區及工商界 特別是中小企業,共同研究及探索 如何改變經營模式及理念,創新經營方式及方法 他說,他們無法改變社會大趨勢 但便可順勢而為,發展及提高自身的競爭力 而對於澳語文化及社群,他表示 澳門各個社群都要和諧共處 由回歸的歷史來看,土生澳人社群在政治、經濟、文化、 專業教育各領域都積極參與,為特區成功實踐支持重要貢獻 他表示,土生澳人是澳門的特性 未來發展會為土生澳人帶來更多機遇 要進一步深化三個功能作用 他表示,中澳經貿方面,土生澳人明白 澳語國家及中華歷史 大家要群拆群力,善用中澳經貿平台 扭帶作用十分重要 岑浩輝被問到,有人質疑他不熟悉澳門 如何評價澳門反腐工作 他說,社會人士對他的了解、認識不多都是正常 社會各界及司法官員接觸比較少 說明了司法官員不是公眾人物 確保官員沒有壓力,確保司法獨立 他說,40年來,法律生涯不在社會上拋頭露面 但三代都是澳門,相信澳門人和他一樣 應同他都是老澳門人 對澳門的了解不給很多知名人視差 由於職業的習慣原因,更希望主動了解及聯繫 他相信自己對澳門的了解足夠 被問級競選時間會否太闖撤 以及有些參選準備工作,岑浩輝指出 行政長官是要服務國家、服務社會,責任重大 他又重提上星期四回應記者有關參選特首的提問 聲稱考慮當中,由22日至28日不足一個星期 他與家人和朋友交流後才決定參選 他承認確實闖撤了些,時間短了些 他表示自己一兩日就形成了籌備辦公室小組 但經過自己的努力和競選辦公室同事的支持 已完成籌備辦公室小組,亦有聯絡小組 岑浩輝指由明天開始會接觸選委會爭取支持 之後會按部就班推動選舉工作的進程,準備起草政綱 他表示時間緊迫,但作為法律人士知道按程序做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他相信可以有最穩妥依法完成程序 岑浩輝在新聞發布會上也介紹了競選辦團隊 當中包括擔任選舉代理人的澳門律師、澳門法學協進會會長李煥光 辦公室主任就是澳門銀行公會主席、全國政協委員葉紹介 澳門街坊總會理事長陳嘉良就擔任辦公室的副主任 因年62歲的岑浩輝生於廣東中山,他於1986年移居澳門 1990年,他以法律人才身份去到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學 修讀語言及法律課程 1993年回到澳門,成為首批法院司法參試之一 之後長期在法院及檢察院工作 他在澳門有十三太報的說法,指的是在90年代 由內地去到澳門學習及工作的專業人員 是由內地栽培的至澳人才,岑浩輝正正是其中之一 1999年12月,澳門回歸,岑浩輝獲推薦出任澳門中審法院院長 並擔任法官委員會主席,推薦法官獨立委員會委員 區制司法協助及國制司法互助工作小組成員 以及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名譽會長 今次岑浩輝宣布參選,網上的聲音都是豪華參半 有人認為,法官出身的岑浩輝可以打造更加廉潔的澳門社會 也有人覺得不要跟車太貼,始終現在他只是宣布參選 至於他可不可以帶領澳門走出困境,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按今條片就和大家講到這裏,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